不愧是我猴哥 一直觉得孙悟空是豁达乐观 有大智慧的人 唐僧最后终于取到了精 却掉进了水里 捞出来晒干以后 精叔已经残缺不全 怕了谁都会郁闷吧 唐僧都郁闷得快哭了 孙悟空却笑着说 师父 不妨是 天地本不全 精文残缺 也应不全之理 非人力所能为 这句话震撼了我的童年 天地本不全 精文残缺 也应该是同样的道理 不是人能改变的事情